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创业十八坑 我们创业的第七坑 那就是风险管控 法务 税务 财务 老板如果不懂去创业 那真的是这个坑掉进去 就直接掉监狱里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今天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 如果你恨他 你就让他去做老板吧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很多的创业者 不是在监狱 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不是我们喜欢犯法 是我们不知不觉就把法给犯了 我有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呢 赚到钱了 公司账户有钱了 来财务把钱转到我个人账户上 然后就转了 这叫挪用公款 这叫犯罪的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学生 一创业 觉得自己很牛逼 直接开一个合伙之企业 对不对 你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 你企业亏了以后 你的房 你的车子都要还债的 如果你做的是有限责任公司 你注册资金是一百万 你只需要承担一百万的责任 但是很多人根本他不懂这些东西 所以风险管控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学习财产的目的是财务自由 但是财务自由的条件是人身自由 时间自由 如果说今天你为了创业赚到钱 结果进去了 请问要钱干啥 我的一个学生做海外代购的 坐着坐着 报到我的课 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能做 这个是犯法的 这个真的是犯法的 我的律师每一次都会在我财产导致门迷信 去给大家讲财务和税务的知识 他老是没事 都是这样做的 然后还讲了一个被抓的案例 没事 我都做了五年了 结果第六年 他被抓了 所有境外的刷卡单 全部给他调出来 罚了他将近五百八十万 他老公哭着跪在我面前 说师父你知道吗 我们都没有赚到五百八十万 我们一共赚了不到四百多万 辛辛苦苦五年 每天坐飞机 坐十几个小时飞到欧洲 还只能坐经济商 来回一趟 也就赚个 有时候赚个几万块钱 好的时候又赚个十几万 辛辛苦苦 结果现在一夜回到解放间 还被判五年 我早知道 我让我老婆在家里待五年 多好啊 没办法呀 早知道是谁 对不对 我还有一个学生也是一样的 所有的钱全部 这个不交税 然后呢 当时我就跟他讲了 你这样是犯法的 没事啊 抓到了罚税不就行了吗 好了 真抓到了 一罚他 我的个长天 反备 本来他只需要交两百万的税 结果一罚 我的个长天啊 那时候要交交你好几千万的税 他哪有钱啊 几乎赚的钱全部交税了 不好意思 你不交税 你要坐牢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真的 就是他交税的钱 他都没有赚到那么多钱 没办法呀 卖房卖车卖地 借款 那就是这样啊 法律就是道啊 你遵守法律了 国家支持你 给你财政补贴 给你免税 对不对 你违背人的就要惩罚你 但是很多人 他是真不懂啊 所以说 这世纪大坑 老板如果没有分控意识 就不要创业了 因为不经意直接 你就把发给犯了 周老师的这个创业训练营 会有周老师的法律顾问 税务顾问 财务顾问 亲自给大家讲这个板块 来创业的第八坑 叫做营销系统 很多人不懂营销就创业 这就废了 真的就废了 记住 营销等于收入 其他全都是成本 为什么今天周老师 全网粉丝过亿 为什么周老师 全网播放量过百亿 就是因为懂营销啊 因为周老师背后 有个非常厉害的营销顾问啊 我们的德元老师啊 我们的黄涛老师啊 我们的刘柯雅老师啊 那我见他们都是 几百万几百万的 顾问费付啊 对不对 而很多老板 他在这上面 都不愿意花钱 我都在想 这老板都疯了 销售跟营销是两把事啊 销售是你要卖东西 给别人是主动收入 营销是别人主动 要买你东西 是被动收入 所以大家必须要 学习营销课 你什么课都可以不上 一定要学习营销 财商的四大能力 第一个能力就是营销 很多人都觉得 财商跟营销有什么关系 财商的第一能力 就是让你赚更多的钱吗 你都不会营销 你怎么赚钱呢 对不对 第二个是财务知识 你得分清楚 你赚的是资产还是负债 你得看懂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信息的额量表 数字数表 第三就是投资学 前生前的学问 第四就是分控 就是法律 所以说营销非常的重要 为啥每次周老师 可能现在都会请我们的 导演老师来讲营销 就是因为必须要懂营销 很多很多的培训行业 老师倒闭了 为啥只有线上 没有线下吗 或者只有线下 没有线上 而周老师线上 全网海洛空全都有 对吧 你今天打开任何一个APP 你打开抖音 你打开快速 你打开喜马拉 你打开爱奇艺 你打开腾讯 你打开小米电视 华为手机 你打开库狗音乐 打开库狗音乐 你打开B站 你打开小红书 你打开任何一个APP 搜索周文强看一下 有多少粉丝 抖音我们有好几千万的粉丝 快速我们有好几千万的粉丝 喜马拉雅好几千万的粉丝 百度 视频号你看看 所有粉丝加一起过亿 你再看看播放量 对吧 打开抖音话题 搜索周文强的名字 上百亿的播放量 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这是真实数据 我做不了假 手机在你身上 抖音也不是我开的 对不对 那还是我们加了 周文强这三个字话题的 有些我们公司做的账号 发视频 那不假周文强话题 甚至有一段时间 我们故意让公司 不假周文强话题 那如果说 按照我们所有视频的 真实播放量 那不开玩笑 那真的是最少最少 那不是过一百多亿 那是过三百四百多亿了 全地球才多少人 对不对 对不对 而且为什么周老师 乌克兰有学生 俄罗斯有学生 澳大利亚有学生 然后日本有学生 韩国有学生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美国 欧洲 加拿大 为什么全球都有学生 因为周老师的视频 不单是在中国的APP 在国外的YouTube上 Facebook上 然后TikTok上 国外的Zoom直播上 国外的APP也全有 这就叫全网营销 对不对 所以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做营销 一定要学营销 只有打造一套营销系统 你的企业才能做大 这是第八个坑 第九个坑 叫做运管模式 运营管理 一个老板 如果不懂运营 不懂管理 这个公司就废了 这个公司会乱七八糟 真的 我的一个学生 做珠宝赚了很多钱 结果呢 他的这个所谓的员工 天天偷他的珍宝石 去卖给他加宝石 或者卖出去 本来这个两万块 给他只交 这个这个 这个一万块钱回来 就公司怎么会出现 这么大的漏洞呢 业务员怎么做私单呢 侵害公司利益呢 就是因为公司 没有运营 没有管理系统 没有这套东西 整个公司就会乌烟瘴气 你被你员工卖了 你还在给他们数钞票呢 这些事情是真实出现的 但是在大公司 为什么这些事情 极少能够发生 因为他有一套 完整的 必还的运营管理 监督机制 所以运管模式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很多人 有几百个员工 那时候做挺好 一家员工 变成几千人 几万人就不行了 乱了 就是因为他 运营团队能力不行 运营几个人他行 管理几个人他行 因为管理几个人 他人管人就行了嘛 对不对 人管人也不需要这么学习 但是大公司呢 他不能靠人管人了 得靠制度管人 得靠机制管人 得靠文化管人 小公司人管人 人管人累死人 中型公司靠制度管人 制度管人烦死人 而大型公司靠的是机制管人 靠的是文化管人 因为文化管人管灵魂 而这些东西都需要什么 都需要学习呀 真真正正的要学习 为啥周老师会请我们 包一生老师 做我们的营销顾问 很简单嘛 就是因为他已经把 德罗克管理学 也能到极致了 所以你公司 必须要有懂运营 懂管理的人 你公司才不会乱 希望今天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欢迎你 报名我们的创业 亲子训练营吧 跟周老师学一怎么创业吧 我是钟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 我爱你